我写下这一篇稿是因为上次有信臭盈盈的邀请上了BB来先报这个单元 影片出了之后我看到很多留言 好多人对吉兰丹有着媒体一般的了解 当然也有的留言是直接把我标签为一党发言人 8年前在加拿大大使馆的邀请下 和几位朋友到没有到过的吉兰丹正入做研究 那时候感觉就像是被发放边疆 那时候我是想要做关于更多马来西亚华人是怎么样生活在吉兰丹的 结果我发觉到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华人在吉兰丹就像我们生活在吉兰丹那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要吃的要生活的甚至宗教的都可以完全满足 所以我就觉得吉兰丹根本就没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只不过是吉兰丹的华人确实是比别的州属要来的少的 所以肯定也会有稍微的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这一次我就会这样的深入的写了这一篇 因为有了以上的经历 以及看见一些观众还停留在媒体渲染的吉兰丹作为一个极端主义州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次的打破各族之间的耐度强 我想用一个作为旅客的角度 或者是想象一下自己被公司强迫性的要求到这个工作一小段时间吧 可以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其实不求观众能完全理解或者是完全接受这里的文化差异 但我只是希望观众能从一个州看看 这里其实没有我们真正想象中的那极端 它也有它的美